你 此女名叫宋武 是一位将军的义姑 六少主的生母 何夫人之前认下的干女儿 本来她是跟何夫人一起住的 但是她和十一少主水火不容 所以就在这儿记住了 以前怎么没听说过 前阵子出去玩了 刚玩回来 其实我可以自己来的 真哥哥 我 你怎么就突然不会好好说话 我一直这般呀 倒是真哥哥 你不知会我 突然就娶了这么一个 其貌不扬的侧夫人 而且还住了我最喜欢的房间 你是不是不疼我了 宋屋是我生母和夫人受养的意义 这名义上要算我们的妹妹 我们的妹妹 她确实有些任性 你多见两万 真哥哥 你不为我做主吗 是李维 李维他故意推我的 你要是不来我们房间捣乱 他为什么要推你 我们的房间 可是这就是我喜欢的房间呀 你之前已经答应过我了 要给我做书房的 谁啊 谁答应了 妈 我就是喜欢这一家妈 我就是喜欢 看来在我这里是委屈你了 不如把你送到我母亲那儿 让你能拿出吧 我走 别别别 别别别别 既然是一家人 何必为了一间房间设核去呢 既然妹妹喜欢 那今晚就跟我住吧 少主 不 侧妃怎么对孙母娘如此热情 会不会是要下黑手啊 她就是怕我进她房间罢了 她还怎么样怎么样嘛 你的这两个丫鬟叫 玉萍 玉展啊 有什么问题吗 那以后我的两个丫鬟就叫 精萍 金展 来 精萍 二丫 怎么了 主子 磨磨叽叽 以后你就要精萍 另外一个要精窄 你智慧她一声 是 下去吧 你们也下去吧 我不就去睡觉吧 我不跟你睡 你睡地上 我 行 只要你就留在我这儿睡 这床就归你了 但是这被子呢 是我一直盖到现在的 要不我给你找一床蚕丝呗 那我从心 你这么容易就松口了 肯定不安好心 我知道了 你肯定是想睡地上 这样就好跟真哥哥告状 说我欺负你 我哪儿有想跟真哥哥告 又少主告状 我没有想跟他告状 你还好意思叫他真哥哥 那是你叫的吗 像你这样的人 我在宫里见得多了 我一眼就能看穿你的算盘 想拿我的把银 梅儿 一起睡床 一起睡床 你呀 我好饿呀 你呀 我好饿呀 你也吃了床子了 闭嘴 我咋到了 你尽管我都吃了 你吗 你来了 我 我都吃了 我都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你们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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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了 还好好的一晚上没法睡觉 没法睡觉 我又炸了 李温 你给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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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打碰我 所以是我不对 这段时间太清汤寡水了 我太饿了 来 你昨晚没睡好 现在多吃点 吃饱了不较好睡得更香 一会儿我把我的房间让给你 什么 我还去你的房间 你别做梦了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跟你一块睡 拜托 拜托 只要你肯留在我房里陪我睡觉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 我发现你这个人很奇怪啊 你为什么非要我陪你睡啊 算我求你吗 求我 那行 那你给我当丫头 没睡好肩膀疼 好好捏啊 好 你说没吃饭啊 使劲 你要捏死我啊 我 我听说力气大 不好意思 算了 金瓶 这是 簪子 戴上 干吗呢 我说给我戴上啊 你问你什么诚心啊 你这头上有个包 什么包啊 你就是脖蛋 你笨死了你 我帮你挑衣一下 你挑衣一下 少主 车都备好了 这侧夫人找不到了 这天气实在是太热了 雨也掉得差不多了 要不咱们先回去吧 你好好的 一会儿被晒黑了怎么办 哎 不是 少主 申哥哥 我不是故意的 是因为他昨天还 行了 下不为力 他就是为了一个测试这样对我 你们一母都说了 以后我再是他的夫人 也不是吧 何夫人说的是 但是你要是实在嫁不出去 就委屈一下六少主也行 不